看看这个三系 兄弟 这个宝马三系 你喜欢吗 嗯 今天咱和朋友来看一看 这个车的话 多少钱 你预算是多少钱 30万吧 30万哈 我不记得差不多这个车 现在优惠地度小啊 蓝色 你喜欢蓝色还喜欢白色 黑色 比较好看哈 来先看看这个蓝色怎么样吧 一会问问价格 好吧 好的 来陪着兄弟看一看宝马三系 你先拉一下车门 再看内饰吧 来看看 陪着朋友来看看这内饰 三系内饰你感觉怎么样 顺厚水控 挺好点哈 挺好哈 这个中控 感觉也还可以 然后这是它一个 这是水晶挡挡的 换了 嗯 这是水晶挡挡的 不是鸡腿挡的 这是MMI的一个控制系统 这是1234567的一个 它以前是可以放叠的 现在车都只要放叠这么一个功能 嗯 因为手冒上去 感觉是硬的 其实摸前是软的 两块屏幕哈 还是M运动一个放映盘 坐得舒服吧 舒服 嗯 舒服啊 咱们坐在后面吧 来看一看这后面 后面空间大吧 嗯 但是三系做起来不如武器大是吧 差不多 嗯 中舞台 各方面还可以哈 嗯 这看一个 稍微有点硬 不如武器来那么好 这个车你挺喜欢是吧 嗯 如果第一 你敢 你对这个车内视能打多少分 挺好哈 嗯 咱看这外观怎么样吧 来吧 老铁们 这个呢 就今天和这个兄弟小伙呢 一起来看的全新的宝马三系了哈 很多朋友们呢 都说哈 这一代宝马三系出的太成功了 就操控性稍微有点下降的确是如此哈 操控性确实是有些下降哈 但是呢 这个车 它第一 它舒适啊 它坐起来 它舒服 第二的内饰滑滑感非常的强哈 这个车的话 给一个外观呢 也是很有一个冲击感的颜色呢 是叫做药液蓝 整个一个外观呢 是非常漂亮的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21款325Li M运动套装版 它这个325呢 其实动静呢 也不是特别强 2.0T发动机 最大马里184T 变速箱呢 是那个之前的采埃福的8档变速箱 车长呢 是4米82啊 车宽是1米83 老铁们感觉这个尺寸怎么样呢 是不是很宽大呢 它辆车轴距呢 已经是2米8了哈 空间感呢 自然是没有问题 那最后就是这辆车 它一个价格 因为现在比较缺芯片 总共只能给车主啊 优惠2万 裸车价格呢 29 落地价呢 是在32万多 不到33 这么一个位置 老铁们感觉怎么样呢 花个323万 买个宝马3C 值不值呢 如果有喜欢这些视频呢 也欢迎长按赞 是有惊喜的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老铁们